从香港的历史上来说 过去港英统治香港的时候 也非常关注 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些活动和行为 危害到香港内部安全 以至英国本身的国家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 港英政府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在97年之前 港英政府它放在警队里面 有个所谓的政治部 这个政治部其实就是一个 他们的国家安全机关 这个在97年前 英国撤离香港之前 就解散了 没有留给特区政府 在97年特区成立之后 特区政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关 没有这样的机制 也没有有关的法律可以去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